学生两天下载2500多篇文献学校IP交永久封禁 7月6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图书馆发布通报称 由于该校读者违规使用 Westlaw Classic法律在线 数据库 该校接到数据库商的通报 学校IP受到该数据库商永久封禁 影响数据库的正常使用 通报称 数据库商提供数据显示 该校一同学在 2022年6月16日137 分钟内下载842篇文献 6月17日137分钟内下载1736篇文献 共2578篇文献 此行为严重影响了该校 师生正常的学习和科研秩序 也有损该校生育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图书馆 电子资源的知识产权和使用管理规则 对该同学的违规行为做出如下处理 一则令该生向图书馆提将书面陈述和检讨 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违规行为 二对该生予以全校范围通报批评 网友评论肯定是倒卖 谁没事做下2000多篇文献 不是好学 大概率倒卖吧 短时间内下载这么多篇文献要干嘛 而大学图书馆再次重申 为了保护电子资源的知识产权 维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声誉 保护学校广大读者的正当权益 图书馆要求读者要合理 使用图书馆订购的电子资源 重视并遵守电子资源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 不得使用软件工具批量下载电子资源 或以非正常阅读速度连续 其中批量下载电子资源 或整本下载电子期刊 据文 Westlaw Classic全球法律数据库是由汤森路透 法律法规集团旗下美国West出版 公司于1975年开发的综合性法律 法规 新闻和公司信息平台 汤森路透Westlaw Classic是为法律专业人士设计的 内容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 香港地区的成文法、判立法、国际条约 一千余众法学期刊 一千余众法学专著、教材、词典和百科全书 法律格式文本、范本和实物指南 新闻、公司和商业信息 覆盖几乎所有的法律学科 其实类似违规使用数据库的诗并不是首例 曾在2017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发生过 造成了北京大学全校师生无法 使用Westlaw数据库 影响恶劣 感谢收看